老闆在哪 王咖利發生年輕媽媽 親手結束新生兒生命的意外事件 隔天立刻關門停止一夜 還有不少包下包廂的客人 無奈被迫離開 事件發生在二號晚間 八點多二十四歲潘姓女子 包下王咖利的合適包廂 因為快生孩子了 拜託閨蜜幫忙 十年左右閨蜜來到王咖 就看到女子已經生下男嬰 但孩子沒了生命跡象 事後她還是覺得良心不安 在一月三號下午報案 警察跟她講說 她要給她 警局釐清案情這樣子 警方到了王咖了解情形 男嬰已經死亡多時 被放在包包裡頭 由於潘姓女子身體狀況差 被先送往醫院治療 根據了解這名二十四歲潘姓女子 長期無業還曾經出賣帳戶 違反洗錢防治法被捕 經濟狀況相當差 雖然年輕但前年就曾生下一名嬰兒 因為生父不願意撫養只能送人 這一次生下第二胎疑似不同生父 才會發生憾事 對此社會局也有針對非預期生子 或是未婚懷孕的女性提供服務 也能夠提供就業和經濟資源 避免讓他們自己獨自面對 也讓無辜的孩子 成了整個事件最後的受害人 TVBS新聞 賴崇龍 呂振成 張子民 台中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